中央民国113年1月22号星期一 我们刚才听的是李 好大家除了今天很冷以外 可能很意外就是说今天又不是礼拜五 为什么我们会有迪阿的片头 对不对 好因为真的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其实今天这一集 我们应该要请我们的客座 客座来宾迪阿一起来访问才对 好大家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我们的直播呢 现在在我们的脸书有同步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我们今天的非常惊奇的两位 一位是妈妈一位是女儿 好我们今天要介绍一本书 这是应客文化出版的 我会红勇闯好莱坞 就这么直接 我会红勇闯好莱坞 他的作者呢 就是本书的主角蜜儿 大家好 很高兴来到这里 他有一个英文的 我会红对不对 勇闯好莱坞 他会有一个英文叫做 am I famous yet am I famous yet 下一本就是I'm famous finally famous 这个是蜜儿 非常可爱 待会我们会好好地聊聊 旁边这位呢 教授级的就是她的妈妈 郭带军博士 博士自我介绍一下 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郭带军 我是蜜儿的妈妈 我同时也是Stanford大学的教授 你看多么冲突的一个场景 那妈妈学的 妈妈是台湾政大 新闻系毕业 是 然后又是博士 对不对 博士是在美国嘛 美国化改学政治 美国 然后呢 政治学博士 然后曾经也是在很多 我们的那个 那叫做文化处 对不对 总统府 对 然后都是当 都是那种 非常的 你知道 然后写的剧作 也是非常的硬核的剧作 就是抗战史啊 中式关系啊 中美关系 哇 非常的研究的就是 非常学者 中研院等级的 那女儿 女儿呢 来妈妈 期待中的女儿 跟现在变成 从一开始 因为蜜儿是想当演员的嘛 这本书呢 内容非常精彩 是女儿写了 然后妈妈帮她翻译 其实我最压抑的是 妈妈翻译这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看 郭代军博士 写抗战史的一个博士 但是他翻译起来的用语 用词 这么的 这么潮 真的就是这么潮 对不对 所以 你可以先聊一下 怎么样子的相处关系 然后妈妈有本来觉得 你绝对不能当演员 你绝对要按照 亚裔父母的期望走的路 然后到最后那么支持你 还当你的中文翻译 本书中文翻译 好 蜜儿先开始 对我妈妈一开始是 对我非常的不支持 但是后来我就是 从小就想要当演员 几岁开始了 我想从幼稚园就开始 然后我很爱在家里学人 然后她每次 我妈有朋友过来 想说 蜜儿你赶快来学人 但是我想真正的变成 真正的演员 她就不让 结果最后 最后是我妹妹 我妹妹是我们家里的金牌小孩 Golden Child 非常会念书 然后最后是我妹妹 说服我妈妈 她怎么说服 她跟我妈妈说 蜜儿那么想要走这条路 你应该就让她走 不然她一生会遗憾 并且以后会恨你 她那句话 哇 我妈就说 那我要想想看 结果过几天 过几天 过几天 她就说 蜜儿你去吧 而且 其实你应该有 小时候你就一直在觉得说 她就是想要当演员 她从小就喜欢表演 爱漂亮 很小就喜欢擦指甲油 不喜欢穿制服 好棒 那个时候 我刚才也是一直在看她的时候 指甲 你自己弄的吗 当然不是她的 我想到 她的手非常漂亮 谢谢 对啊 非常漂亮的手 从小就想到 就是很爱 光鲜亮丽 我们现在台湾的时候 她还度小学 她就想要进华刚一校 想要当演员 她真的应该留下来 但是因为我们的家庭里面 都比较保守 然后我们就很担心 我们不是说 看不起演员这个行业 而是觉得这个 演艺界比较复杂 然后就怕她会学 怕她会学的不好 并且吃亏 那个时候 你们书中有写到 就是说 妈妈觉得说 当演员很危险 然后妹妹就说 哪里不危险 对不对 所以她就觉得说 现在很多 很多都是有制度的 不是你想象以前的 那样子的 对对对 但是很多 亚裔的妈妈 尤其是像 你们家都是教授 对不对 全家 全家 妹妹 三两代 都是教授 有很多家庭 是这样子 小时候 可能很多亚裔的 妈妈那种 很厉害的 很强的 那种学霸型的 小时候可能都是 钢琴啊 小提琴啊 对对对 钢琴 5岁学到18岁 就后来 我不能留长指甲 所以我18岁 我跟我妈说 我不想学钢琴 但是不是我 我这个妈妈不一样 我很让他们自由发展 我是只要他们平安健康 有个正确的人生观 那就好了 不期望他们干嘛干嘛的 那个正确的人生观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也有吓到你 就是在她想要走演员的时候 她妹妹真正说服我是两点 第一个 她跟我说 如果你不让姐姐去当演员 姐姐这一生会遗憾 另外一个她妹妹就讲 因为蜜儿从小不喜欢读书 逃课逃学在外面混 我看到书我头就长心心 她说你看 她说 你担心姐姐到好莱坞 那个复杂的地方 会被人欺负 她说你看姐姐在外面 混那么多年 她也没有被人家欺负 她也没学坏 她说姐姐有street smart 就是很 街头智慧 有这种应付这种事情的智慧 混多了 就这种street smart 是她妹妹跟我没有的 这句话典型了 她有她 你有你的那个生存之道就对了 所以妈妈其实蛮早就 还好就有点早一点支持你 因为有一个比较就是比较现实 就是说如果说她太晚 让你这样子偷偷学的话 这个演员的确是有年龄限制 你还真的不能够让她太晚起步 对不对 好我们工商服一下 等一下回来讲 怎么样艰难的起步 我们这本书 其实说真的 我们要是讲立志的话 有一点 有一点点就是 有一点就是太老套了 你知道吗 其实这是一本历险记 这是还在继续冒险的 这是一个梦工厂 我觉得这个给很多 想要不管你是在世界各地 你想要从事演出的人 它是一个机会 也是一个探索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怎么样 在这么凤毛麟角的地方 你要怎么样想红 对不对 好我们继续请蜜儿来讲 就是后来你妈妈 妈妈博士 郭博士决定支持你以后 对不对 你就读勇闯好莱坞了吗 我就勇闯啊 你真的勇闯 我就闯啊 从哪里开始 要生活费嘛 妈妈是不是觉得说 你就自己养自己 她就让我自己养自己 然后我就开始打 我认为她很快就会回来 对 她以为我很 对不对 对我妈那时候以为 我很快就回来 然后她说四个月就会回来 结果后来没有 然后我就开始打零工 我做Uber 开Uber 这Uber这个很难 对啊送餐 然后有时候小费也不是很多 然后很搞笑 就是去Beverly Hills很有钱的人地方 李柏利山庄 对 他们不给小费 可以这样吗 可以啊 但是有一点机车 给我五星不给小费 对 哇这是口慧不实惠 对啊 但是去一点穷人的地方 她就会给小费 这很搞笑 因为她比较能体会 她对她可以体会 对她反而可以体会 感同身受 对不对 对我做好多领工 我还在餐馆 打过工 在Bar 调过酒 做一大堆事情了 对就后来 闯闯闯闯闯闯 然后你知道很搞笑 就是我开始上演员课的时候 我第一次我老师跟我讲说 在好莱坞闯 闯的人 想要当演员的人 只有1%能够成功 7%也很厉害 偶尔演一个配角 在电视里或电影里面 但剩下的92% 偶尔开一个Uber 在餐厅里打工 偶尔跑个龙套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 听那句话 我说 Shit Shit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太难闯了 但是我又心想 我那么年轻 我又那么想做这件事 那就闯吧 闯来闯去闯闯闯 老师真的讲的 不是 不是jokes 真的 是真的 好难好难啊 我走到哪里都是no 一天到晚被拒绝 我真的是 真的不知道那时候要怎么办才好 结果后来我静下心 我就心想 我一定要非常努力 因为我 不是 我一定要比一般的美国人努力 因为我是个牙医女生 所以我开始上课 我继续上我的演员课 我还上那个声音课 我还上那个 剧本分析课 对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成长 然后跟着成长的时候 我也学到怎么掌握机会 因为牙医 人工有机会 实在是太难了 不是每个电影 他都有牙医的角色 不是啊 而且牙医角色 他可能还会先长有知名度的 对 对 所以大部分 因为你在里面有接了很多 例如说 能够找到一个有试镜的机会 都要真的凤毛麟角的 然后呢 还要真的 真的到里面 你可能只是露出几秒钟 对 有一些角色是这样的 然后呢 真的太多人去竞争了 其实我想都觉得很辛苦 你知道吗 因为你跑都要交通费 对不对 对啊 然后你去印证的那一天 你可能就不能工作啦 对啊 所以你的工作也不能是固定的 你只能接part time的工作 对 但是自从covid以后这好了很多 因为我们都在家里 哦 试讯 可以自拍的 但是你如果进了第二关 你就要进去那个 片场 那个选角导演公司 对对对对 第二关 然后第三关producer read 然后director read 那你就要进去了 对对对 所以说你试镜就要经过这么多关了 好多关了 所以自己要练习 自己拍的时候 那也是一个很强的 就是你要对着镜头 你不能看镜头 你要看这里 11点或1点方向 然后你剧本里面有三四个人 你那个ring light就是那个灯 你要贴不同方向 10点9点8点你要看哪里 哦 你自拍的都要这样子 对啊 哇 你看 所以国妈妈 小的是 呃博士 不是国妈妈 是博士 蜜儿妈妈才对 所以你小时候你觉得你喜欢演 可是你真的要成为一个演员 对不对 那又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你喜欢秀对不对 跟你活泼 好漂亮 可爱 可是你要真正 你还要去上课 对啊 你上课又是花钱 对啊 又是花我Uber的钱 对啊 本来家里是住的那么好的嘛 对不对 到那边可能都是要share一个公寓 share房间 对啊 对啊 然后经济又是不稳 对啊 其实经济是不确定的 对啊 可是我觉得在追梦当中 真的是很快乐啦 因为你在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怎么样克服就是 妈妈也知道她就是不是说那么快就可以得到她想要的角色嘛 就是还没有那么红啦 但是你现在有没有掌握到一个一些比较诀窍的地方或者说很多已经认识你了在洛杉矶你的那条大道上 我其实闯了那么多年 我慢慢慢慢成长的当中我也学了很多 然后我现在那个试镜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第四关甚至到第五关我都过了 都到了 还有到第五关了 对都到了 为什么要到第五关呢 第五关就是最后一关 对对对对 都到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继续努力的话我是我是可以的 快乐 OSCAR 希望如此啦有一天啦 希望是可以的 这个这个我们这一集叫留下来你知道吗 这一集很珍贵的 也就是我们未来OSCAR 十年以后 对对对对 他的中文的访问最长的一次就是今天了 对 那妈妈怎么看着他 因为说真的被拒绝 我觉得你真的是要有街头那种那种很强悍的心 不然老实讲如果说一两年对不对 还可以你已经五年以上了吧 对 不止 不止吗 七年有 可是你还有热情 对啊 可是我发现我每次被拒绝每次失败 我都在里面学到东西 让我都有成长 然后就慢慢慢慢慢慢这样走上去 对 好 待会回来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市境是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你说 我们的翻翻说你很像刘嘉玲 刘嘉玲是谁 没关系 刘嘉玲 刘嘉玲今天会很难过 梁朝伟你知道吧 梁朝伟 你说你像刘嘉玲 对 他太太 对他太太 我知道他了 刘嘉玲 对 他就是梁朝伟的太太 谢谢 好 所以其实像你这样子坚持的人多不多 就是 对不对 因为他可以坚持到这么 因为有很多 很多 很多人要支持你 比方说如果你说你今天经济 你自己 如果你有家你就没有办法 如果你要养家 对不对 如果你的经济负担是重的 你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所以其实 你认为多少是努力 多少是运气 真的 像他们在旧金山开始学表演课 那一般同学很多人到好莱坞 现在五六年下来只有他一个人留下来 同梯的 同期的 其他人都放弃了 我觉得40%是要努力 60%是运气 好 那所以运气其实是可以制造的吗 有一些是可以制造的 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制造 你在你手中可以掌控的东西 也不是全部都可以吗 对不对 但是 当然要为自己打出一片天 讲一下就是说 就是说四镜的那个甘苦 辛苦跟那个 那个心境 每次去都是一个 哇 我要进去了 对OK 我每一次拿到四镜的机会 都是非常非常兴奋 因为我现在 都是为那种很大的电影和电视剧四镜 是大部大部的 不是小的了 对对对 像那个库斯拉那些 那个 那时候Dirac的一个电影 Black Adam 那时候我有四镜了 四镜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所以每一次一有角色出来 那个四镜导演就会传给 各地的经纪公司 然后每一个经纪公司 都会在他们旗下 找适合的演员 把他们的大头照 寄给这个旋角导演 每一个角色 这个旋角导演 差不多会拿到 五千到六千的大头照 然后他要在里面找 四十个演员拿进来 把他进来试镜 过滤第一 过滤第二 然后先从照片中 海选 那是第一关 第二关就是试镜 然后第三关 就是他如果喜欢你 他会差不多淘汰 差不多五到十个人 然后再来回来给导演 选角导演四个镜 对 然后再淘汰五个人 然后再弄回来 就第四关了 那也是第四关 然后接下来 算不清了 对接下来就是 给那个director导演来看 这时候剩几个了 这时候剩几个 到了导演 选角导演已经看过了 导演我觉得五个 剩下五个 所以你光是这一关 你已经比选美还难了 我觉得你干脆选美算了 我把他讲的真相选美 所以剩五个了 那可是五个也只能选个 一个之类的 一到两个对不对 要我会吓死的 对真的很恐怖 是很恐怖 所以你光是要克服这个紧张 对每次的都不一样 每次都不一样 所以我每次就是 进去的就吃个糖 我觉得对 吃糖可以让我relax 或喝水 是是 那他会给你一个剧本吗 他那个剧本 差不多三到五页 我在看那个La La Land的时候 他都还没演完 导演就 对啊都是这样 就会叫你stop 对啊 对都是这样子 很多是这样子 很没面 很难熬对不对 很难熬对 然后很embarrassed 有点尴尬 尴尬 你可以像电影演的说 你要不要看我演完吗 不行啦不能喔 他下次就不来找你了 对你不能顶嘴 不能得罪他们 不能让他们觉得他们做错事情 哇这么不民主 很专制的 对对对对 反而是很独裁式的耶 好那你最争取到最最 你觉得最兴奋的 你一切努力都有的是第一次 还是最近 你有没有觉得非常让你觉得 哇我真的拿到一个我想要演的角色 到目前 最兴奋的 你可以讲那个库斯拉的那个 就almost 哥吉拉 哥吉拉 他已经到最后一关了 哦对啊 哥吉拉是大 没有没有 哥吉拉不是我最后一关 我觉得最后一关是一个那个superhero的电影 但我不能讲他的名字 因为我签了很约 对对对对 你有去应征啊 对那个 已经到最后一关 哇我每天健身每天健身 我说我这拿到我一定红 这拿到我一定红 一定的一定中 结果拿 又没拿 是很多后来也是亚裔吗 没有 他们后来没有去找 变成一个白人 对对对 但长得有点像亚裔的白人 对我看你书里有写 这也是很奇怪 如果今天你是要找亚洲人 就真的应该是要有亚洲血统的人 怎么会一个 不是亚洲血统的白人来演 对啊对啊 其实有很多那个 幕后的 政治幕后的政治 密心对对不对 然后他们有很多 嗯就是说 OK他们要找亚洲人 但他们会找混血儿 跟你有一点像混血儿 虽然你像刘嘉宾 但是你有一点 就是亚洲现在有这么多国家 都要拍对不对 他们会 针就你的主集吗 比方说你是China 还是台湾 还是你是韩国 日本还是会看 会对不对 如果是日本片 他就是要一个 有日本角色 就是要一个日本血统 对对对 不能说我是 因为我老外分不出 我们是 是谁 是谁呀 对其实现在因为那个 亚洲的作品越来越多 所以他们这些创作人 也变成亚洲人 然后当然这些像 如果我讲个例子 像韩国人 他们当然讲韩国的故事 就是想要让韩国演员来演 日本人一样 中国人一样 对对对 现在是 目前是这样 但是他们有很多作品也是 不同的亚洲人可以来演 对对对 那后来 我看你后来就写剧本了 妈妈很高兴 其实你现在跟妈妈的关系是 很好 很好 我们像朋友一样 我们像best friend 而且我看你中间就是妈妈常常会 打电话 或者是跟你视讯 在干嘛 妈妈现在很担心她吗 还是觉得OK了 没问题了 我现在不担心了 因为她现在比较懂事了 但是你会很希望 就是说她 因为她从小就觉得 她一定会红 你会很希望说 没有关系 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 不着急 不过她自己也想 她已经就差临门一角了 我妈就是很高兴 我每一天在进步 我要进步她就高兴 可是你一个人住啊 我很男朋友啊 感情这一段 好莱坞都是帅哥 追你的人这么多 追你的人超多的 有没有因为感情而加分的 还是扣分 其实我们现在就发觉 你知道我今天在坐车 或者在等人家过马路的时候 我都发觉年轻人 都是在 不是在自拍 就是在发短片 对不对 不然就是都是在看别人的短片 对不对 我都不知道谁在做事了 你知道 因为大部分人都很希望 就是说现在也是这样子 你可以自己 你很快就可以红 你可能 可是可以红多久 对不对 那你自己会不会想说 干脆我自己也有一个频道 对不对 我自己来做一个YouTuber 我想演什么就演什么 反正你这么多料啊 你这么多内容 你也可以这样子做 从这里开始让人家全世界认识你了 其实我是喜欢像 Long Form的Story Telling Long Form怎么讲 我知道 Long Form就是我觉得YouTube 当然TikTok都是很厉害的 对 但是他们是短的 短的 哦哦你要长 比较完整 我喜欢长 比较完整 像我个人很喜欢就是一小时的电视剧 是 我很喜欢90分钟到两小时的电影 就是这种长的讲故事 内容 对不对 然后有内容复杂的 所以你是真正的演员的 哦谢谢 对对对 因为你不是那种两分钟的 现在很流行两分钟的连续剧你知道吗 真的啊 对啊两分钟两分钟一集两分钟 他就是短的连续剧 哇那也很厉害 因为他就是说有很多人 上车下车 他没有时间看 就两分钟而已两分钟 超超多这种 其实你要两分钟讲个故事 真的可以讲出来那也很厉害了 他就是两分钟讲一句对白说 那皇上请问您今天要吃什么呢 那皇上说那就点这道菜吧 点完两道菜两分钟了 下一集 菜上来了 所以他的编剧就是标题而已 哇 超级简单的 那也很有趣啊 对对 所以他就变成两分钟 可是因为太多人没有耐性 去看一个超过15分钟的 他们就算过说 为什么后来拍长片的 或者就是只有电影啦 对 然后你又发觉有些连续剧 可能只有40分钟了 30分钟了 越来越少超过50分钟的了 好莱坞这几年的电影 都是三小时 那个就真的电影 那真的 那真的要先上厕所 对 所以你就是觉得说 如果说你今天是 而且你最后写这本书 对不对 什么样的心态觉得 你干脆就觉得说 其实你也可以试着当编剧 或者先从写自己的故事开始 我其实是先开始当编剧 然后才开始写这本书的 对我当编剧这个路 是走的非常 accident 意外的 对非常意外 我那时候在那个 COVID的时候 我就在家里 没有试作 我光帮写这本书 还有写我的那个剧本 然后我记得 我那剧本写写写写写写 我参加一个比赛 然后我还在比赛得差不多 第20 好像20名吧 对吧 然后 对然后我就因为这个比赛 我的那个剧本给了很多人看 给那个Netflix看 给了那个Wonder Woman制作人看 给Crazy Rich Asian制作人看 所以我觉得一个剧本可以 我第一个剧本可以达到那里 我其实是真的蛮惊讶的啦 对对对 而且你讲的都蛮有名的人 对对对 那他他们有时间看 对 他们看 然后他还蛮喜欢 所以我觉得那个 那个门就打开了 是 我其实可以会讲故事 对 然后我就开始写这本书 对 对 所以 我觉得你光是你的故事 对不对 你妈妈都帮你取好了 拥床好莱坞 这是我妹取的 你妹好莱坞 你包我 包我现在在高科技公司 对我妹是我们家的头脑 哇 有一个 这样很棒 妈妈有一个女儿 可以先不用管了 就是让她 她那个 你说对了 妈妈真的配得很好 对对对 现在心思要放在姐姐身上 对不对 你这个就有点像 你知道这个Netflix 有一系列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成为一个 你知道一开始就是要追梦嘛 嗯 还在追梦对不对 可是最后就红了 哦 成功了 哇 彩带就降下来了 对啊 亮片亮片 亮片亮片 就可以抓住你的亮片了 赶快抓 其实我觉得可以耶 目前来话 你的剧 因为你的写作很强耶 谢谢 我这好讶异 就是你还有时间写 对 你有很沮丧的时候吗 嗯 有啊有 当然有很沮丧的时候 但是我也是个很乐观的人啊 我沮丧 你知道很多好莱坞像沮丧的人他们就去喝酒啊吃药什么我对那一点兴趣没有我觉得很贵而且很无聊 我顶多啊就喝个珍醋奶茶吃个牛肉面然后我就高兴第二天我就重新开始 开始对对对对对那你说你曾经有恐慌症吗 我到现在都有恐慌症啊 这是突然发作的还是因为试镜后变成你有恐慌症 我觉得是从开始走这条路就开始游了 哦 对因为是非常复杂的路 是对 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恐慌我吓一跳我这什么感觉 这什么感觉 就是在那个云霄飞车你一直掉下来一直掉下来一直掉下来 但你就站在那里你的感觉就是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 那感觉很恐怖 没有底 没有底的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餐厅里端盘子突然有这个恐慌就我吓一跳 我跟我老板说我要去那个那个医院 哦 我以为我心臟病 有心臟病 可是有心臟病是没办法走了 对对对我那时候头又昏昏昏的然后我就叫个Uber 我就去那个医院吓死了 对那后来会怎么样会醒醒过来就好了 就是放松心情 放松心情走来走去你就想别的事情 要去想别的事情 对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要在外面吹个风走来走去 这样子就可以放松一下 先离开 对我看那个演电视剧他们说会像溺水一样 就像溺水 对他说就像溺水怎么突然间 没办法呼吸 对不能呼吸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很恐怖的 但是你会知道你要恐慌症发作吗 会 开始就 你知道那个云霄飞子开始上去 然后掉下来 你会感觉 哦我这个云霄飞子要上去了 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 对对对 我觉得你会红 真的吗 谢谢 我也觉得我会红 因为我是看你的事业线 谢谢谢谢 我刚刚是看这么远看你的事业线 我手啊 对 你不要给人家看 对 这是秘密 这是秘密 是 你会红 一定会 而且我觉得 我也相信我会红 因为我觉得你太坚持了 对 妈妈看着他这样子走 不会觉得说你就回来好了 回来的话你会想做什么 我其实很心痛 因为他这个吃那么多苦啊 但是他要嘛 所以这个他自己选择的路 他自己要去走 请问一下四片有钱吗 没有钱的 只有吃食物 只有吃你要那个 对视镜是没有钱的 视镜是没有钱的 对但跑龙套是有钱的 我们今天的这本书是我会红 勇闯好莱坞 勇闯好莱坞是蜜儿的妹妹 宝儿娶的 然后翻译是妈妈 故事是她的大千金 然后是蜜儿 蜜儿现在 你算一算从你开始 妈妈支持你 然后你搬到洛杉矶 到现在多久了 书上是写六年 但是我在想 七一年有了 到出版应该七一年了 那七一年还能够坚持 我就是一定要当一个演员了 而且是要电影的 电视也可以啦 都可以 那有没有怀疑过 然后有没有想说算了 我想不要再当这一行了 其实有 我其实因为这条路真的太难太难 所以我真的也试过别的路 像我那时候还在学做文美 差很大 而且还去那时候智园 当美老老师 然后那时候还跟朋友说 我们可以开个小餐厅 但这件事都很棒 其实 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 做这件事的时候 就是没有像演戏那么满足 那么快乐 所以每次每次想做别的事 想想想 最好还是回去演戏 好那会不会你参加 如果是舞台剧的剧团 参加一个剧团会比较好 舞台剧 好莱坞舞台剧是有 但是不是很多 也很少 对而且潜伏的很少 钱啊钱很少啦 对那一个礼拜的一百块美金 对那会不会有说 像你一起的认识 他们可能往别的路了 就不再当这 不往这个演员的发展 然后会过得很好的有吗 或者会觉得说 哎你还在这里啊 你那么辛苦 要不要就想一下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放弃了 然后我现在跟他沟通 他跟我说 他就跟我说 他放弃是放弃 对了 他现在快乐好多 可是你现在快乐吗 对我我如果放弃我是不会快乐 所以我就跟他说 你一直就不想演戏 你就想要红 哦这是两件事哦 你要喜欢演戏 你要喜欢会讲 想要讲故事 想要创作 所以你要enjoy the journey 对吧 enjoy the journey 对 但他不enjoy 他就想红 一下跳就红 大家很有钱啦 所以是 就是过程中 那种过程就很重要 宠坏的 对有两个 你刚才有讲到两种 一个是你想演戏 你就是喜欢演戏 所以能够演戏又会红 这个就是纵好 最好 但是有些人是他只想有名 对 对我只想成为famous 可是我不是想 我对演戏没有兴趣 他们会试着 觉得自己喜欢演戏 然后觉得演戏 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 也要给大家一个 因为你已经这么多年了 你都没有放弃 这一点就是太 太妈妈 妈妈真的是很 很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量 第二个妈妈 看着她这样 没有逼你改行 没有 妈妈很棒 而且我妈妈 就是我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 我妈妈又帮我打气 她说你 你已经路都走了 那么已经都快到了 你放什么气 就不要放弃 对妈妈 妈妈是学的是政治 也是政治学的博士 对不对 其实我对于演艺界 完全不认得 对对对 没有这方面 那妈妈不会 按照一般 比较亚洲的那种 妈妈会觉得说 你有没有想要稳定下来 走一个比较安稳的路线 有吗 没有 我妈妈要有快乐就好 快乐就好 对不对 就一直走下去 没有 我一开始当然是反对她 可是后来她进去以后 我看到她一步一步的进步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而且这么多年来 你看她的原则 她都保持的很好 所以我觉得 你只要吃糖 然后牛肉面 我觉得你没有染恶习 因为你妈说的就是要走一个正道 对不对 对就可以了 所以只要继续的走 我认为她很快就要红了 很快 就算这条路还长得很 但是她很enjoy 我很愿意的 你还是很愿意的 她非常享受中间的每一段的努力 每一段的写作 每一段的表演 她非常的喜悦 小成功 而且我觉得你在过去的一年 你可以完成这一本书 其实是对家族有交代 就是我真的很认真 我们全家上下三代 对真的对家族要有交代 对不对 因为聚会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非常的关心 对你们家族又这么的 学问渊博的 算是那种教授世家 对不对 大家也都会很关心你 其实我觉得这本很棒 就是如果是Christmas 或感恩节的时候 你就说 我不想讲那么多 你们就一人买一本吧 一人买一本回去看吧 对我家人对我是非常支持 我像阿姨舅舅 都对我非常支持 他们每人盒子买一本 他们买一人买好几本 我觉得要拿到亚洲过新年的时候 直接摆一个摊子签书会了 对啊对啊 对你自己有没有觉得 你要在几年内 我就差不多了 我就是要这样子了 我就是总不能说 我无止境的 我一直还在这条路 你会这样子吗 就直到你拿到你要的角色的那一天 就走到红毯的那一天 有没有设年限 没有 没有设什么年限 我觉得如果还长得漂亮 还长得年轻 还有这个力 我就会继续走了 为什么想学文美 我不知道 我就我那时候在IG上面 看到他们那个文一根一根 我觉得好漂亮 像羽毛 我说这看起来好简单啊 我也要去学 就我去学 哇那一文那个刀 我一画下去 一刹就有血 出来 我说我不是做的 我还是回去演戏好了 所以也有尝试过做很多 对我还帮两个人没闻过 我妈一个朋友 那两个人 我妈 我妈有个朋友也被我闻美 成功吗 现在还好吗 还OK啦 还可以 还可以拍自拍吗 我觉得还OK 你妈妈已经动用了她 你也帮我闻了 有吗 有啊 好像有啊 好像有 清新的闻一下 我看我妈出信 我都没有 还不错 还送她一个纹眉的床 对啊 粉红色的 是吧 就只有她躺 哈哈哈 我觉得妈妈 妈妈很可爱 她当我的model 妈妈一点都没有很历史感 就是妈妈一直在你旁边 然后觉得说没关系你快乐就好 而且还有一点要健康 希望就是说恐慌症少发作一点 希望啦 而且我觉得很棒 你认识的那些跟你一起患难长大了 现在可能都已经在自己的领域都有一个 这个圈子里面都还不错了 对对对对 所以显然你也快乐 对对对对 会红 那你回到台湾来 对不对 你这个有英文版吗 你这个有出英文版吗 哈哈哈 对因为你这个已经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剧本了 对啊对啊 对啊 其实很多人跟我说 啊这书读了就像个剧本 就是一个剧本啊 我念了也是这样 我就觉得说这个不就Netflix要拍的下一部了吗 蜜儿勇闯好莱坞啊 Mirror in Hollywood 对对 希望我们不久以后就会看到你 谢谢 好不好 好谢谢 cheers technique 铳 얼굴 连虽 哦 一点 精彩